请请6月1个月南方连遭四轮暴雨 多地累积雨量超过100毫米 局地超过500毫米 下面我们透过一组大数据来看看南方雨情有多猛烈 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感受下六月南方究竟下了多少雨 6月5号开始 江西福建首先出现降雨天气 随着时间的推移 降雨范围不断扩大 累积降水量更是激增 图中红色的区域意味着300毫米以上的降雨量 颜色越深雨量越大 20号以后 贵州 湖南 江西 福建 广东 广西等省份都呈现一片暗红色 意味着累积降水量超过了400毫米 整个6月南方共有19地累积降雨量突破500毫米 其中最大降雨量出现在福建龙岩达到680.1毫米 单日降水量来看 江西上饶市玉山县单日降水量达到296.6毫米 而根据统计 北京年均降水量为514毫米 玉山县的这个单日降雨量大约是北京年降水量的五分之三 在整个6月份 南方有11地降雨日超过25天 其中最多的云南镇康多达27天 也就是只有3天没有降雨 正如俗语所说 天无三日晴 此外 半数以上南方省会及大城市降雨天数达到或超过15天 排名前三的分别为广州 是降雨最频繁的大城市 降雨数达到20天 贵阳和成都紧随其后 都是19天